股灾的时候好的基金 我觉得有很多观众朋友 很多我的粉丝问我说 我们节目陆续介绍了很多台股基金 到底什么是好的基金 我觉得这个答案是见仁见智 但是对我来说好的基金的定义就是 多头的时候它长得比别人多 比0050多 比大盘多 比同类型的台股基金要多 可是空头来临的时候 它比0050跌得少 比大盘跌得少 同时它也比同类型的基金跌得少 所以像统一黑马 其实我们节目之前也介绍过 它就具备这样的特质 它非常明显 其实我们常常在跟很多朋友 在分享一些基金的选择来讲 比如说当然说这个也很好 那个也很棒 除了刚刚艳丽所讲的 就是涨跌的时候表现 我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 就是说当遇到一次 比如说微笑曲线的过程中 大家都知道是说 当你在中途不停扣 或者是你在越跌越加码的情况之下 你的基金净值 就算还没有回到你原来的起扣点 其实你早就已经开始在打平 甚至在获利 那我就会比说 谁的速度最快 如果你在2008年6月份 你去扣款 定期定额扣款 你就算中途不加码 其实它只要花11个月的时间 它的净值 基本上来讲 其实你就已经回本了 但是如果说你一般的大盘 我们讲说加全指数来讲的话 它花了足足30亿个月 就等于是说它比人家提前了 大概将近两年时间点 其实很快 有些基金 它在所谓的 在跌的过程中 成本降低的速度 跟累积单位的速度 比你想象中还来的好 它的回本的一个频率 速度就会比较快 像黑马来讲 当初其实说之在这 比如说生女儿代财 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 你生女儿之后 你就去买了这档基金 对 就是因为我自己原本也是 对境外的基金是比较感兴趣 但是后来就是 后来就慢慢的研究之后来讲 我会发现就是台湾里面 有很多的好料的东西 所以说陆陆续续来讲 就做评估的时候来讲话 当就是我女儿出生的时候 那我就想说 因为对我来讲 因为我的年纪比较大 才生她 对我来讲 她算是一个凭空冒出来的宝贝 我那时候取鞋 她说她就像CPA 就是大家不知道 为什么会出现这件事情 我说名称好听 然后我就看一下 而且因为她的成立时间够久 这一点是另外一点 老牌基金 这是我们个人的一个习惯 因为如果一档基金 她经历过多次的牛熊 就等于是说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她都经历过的情况之下 她所呈现出来的绩效 是不是会让你更有信心 就我目前的认知 好像在所谓的 从金融海啸开始 一直到所谓的回本来讲的话 我印象中 她应该是最快的那一档 对 而且其实今年以来 很多的基金 大概年初到现在 大概回到20到30% 但统一黑马 对 但统一黑马没有回这么多 所以这就是符合我刚刚讲的 好基金的条件跟标准 那我们还是帮大家试算了 因为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是说 我们今天买好基金 我们要长报 好 那所以好基金长报的试算 每个月5000可以滚出千万 今天就是各位 你不要假设这个时间点 好像什么股市台股2000点 不是哦 他也是在所谓的 他当时是在相对高档 意思就是说 今天你在做定期定额的过程中 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 巨沙成塔那个金额比较小 但是我常常会开玩笑 那是因为你在过程中 包括你的存款 你每个月的扣款 金额还会越跌越加码 你最后创造在那个城堡 会有地堡跟吉德堡的差异 所以说我会觉得 对不起 我实在忍不住想笑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 其实你只要愿意坚持 不是说我们一定能够到地堡 但是问题是 常常其实我们一定听过很多人 就是说他已经有了正确的起步 但是在中间的过程 因为杂讯的干扰 他停下来了 停下来讲 这边是说看着别人滚到 不管是说从100滚到1000 还是从200滚到1000 但是他都觉得 好像都是别人的事情 不过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不会是别人的事情 其实你也可以做得到 好 其实当然定期定额 从1994年成立以来 到现在定期定额的话 也有585% 我觉得蛮惊人 当然单笔更厉害 单笔一次投入100万 然后耐心长暴 绩效15倍 不过我觉得单笔要遇到的 挑战性跟变化是比较多的 因为你要对大盘 有比较多的掌握度 或者是说你决定要单笔一次买的时候 起码在你整体的资金比重不是那么高 万一遇到大盘回档 或者是这档基金禁止回来的时候 我觉得你才能够撑得过去 熬得过去 好 那另外就是呢 其实我自己也在演讲场合 跟大家分享过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赞留言 并且订阅华视优选频道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影片哦